水神V3改动总结 4.2木偶 七七新传说登场 散兵惨遭流云被刺 那塔火神石锤有两位 各位大佬好呀 有关芙芙V3改动的一些消息总结 舅舅表示充能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 线下也好 身侧也好 现在的测试芙也好 都有一点问题的 烧血叠层机制会优化 增伤好像也变高了 芙芙大机制没问题 很强 小机制 比如专武 命座之间加成问题之类的得改 然后数字的稍微改下 具体的等下周一 如果给多了 V4可能会消一下 如果真是以前线下那个版本的话 就有点搞笑了 不是金箔能奶得起来的 可能低命白竹都奶不起来 难道说五秒半写的传说要来了吗 4.2会有两个大家苦等的角色剧情 一个在4月2日新增的世界任务中 会出现木偶的最新消息 舅舅透露会跟人体智慧机械有关 难怪他的代号是木偶 我还寻思不会是因为他科技点点满 所以叫木偶 万万没想到他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木偶啊 同时4月2日新增七七的传说任务 其实也是白竹传说2 毕竟这个精神小伙在4.2版本 可就要尽时复刻了 盲猜剧情 七七怎么变僵尸的 这些年怎么怎么难 怎么怎么不容易 忘掉朋友的痛 看着朋友主意历史 白竹对七七的救赎 卖惨片刻 同理 下次出客情传说任务 估计要up一个和客情绑定CP的男角色 有关4.2新地图实际一览 4.3可就没新图了 属于是到期团建 不过4.4会开离月的陈玉谷 家俏英庄 有关很早之前一位舅舅爆料 一位是在22年透露出来的消息 现在看来非常保真 毕竟水神纳维莱特 以及4.0公子被关押这些消息都被证实了 而且他也明确表明了 5.0纳塔是有两位神明的 地上和地下各一位 一男一女 男火神是黑皮小男孩 其中一个将会使用书籍 斯科克是多元世界的赢 也就是说他是外来者 可以穿梭多个世界 队长和少女会在纳塔版本登场 纳塔和志东已基本完成 仅需必要的完善 原出龙王可能会在志东到卡瑞亚之间出现 4.4散兵的大世界能力将被流云界风筝军碾压 流云的辅助强度类似万叶 肯定又是一位必抽的角色 4.5纳西达复刻 活动如果不改的话 纳西达肯定会有戏份 散兵没戏份 不过肯定会有提他 让人难崩的是5.2版本的虚迷团建 会有一个喜欢纳西达的纳塔小男孩登场 并与散兵争风吃醋的剧情 女火神在剧情中会被队长少女打哭求饶 看来又要电那位小男孩火神了 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 请不吝点赞兵争风尝